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极品夫妻 这是由一对夫妻主持的谈话性节目 希望在聊天的过程中 带给大家欢乐的时光 我是薇薇 我是徐宝宝 欢迎透过Facebook联络我们 在脸书搜寻极品夫妻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粉丝专业咯 过年的期间 大家都在做什么呢 我们夫妻两个去看了 漫威的电影黑豹 这集的节目 我们就想要谈谈这部电影 相信大部分的听众都已经看完了 那今天就是跟之前的节目一样会有剧透哦 我们应该是过完年才看吧 我们是过完年才看 应该也算是过年期间 哪算啊 这是那个 偶元宵节 年节的这种早期的片子 对我们没有在第一时间看 因为家里有点事情 对可是 所以现在讲应该是OK 因为大部分人都看完了 对我觉得应该大部分人都在第一时间都看完了 在我们开始这个主题之前 我想要问大家 黑豹的英文叫做 Black Panther 为什么不叫 Black Leopard 对啊 为什么不是叫Leopard 这个老婆应该会有点兴趣吧 因为老婆叫徐豹豹 就是很爱豹文 我通常看到 很爱豹 对啊 通常看到豹的英文不是都是Leopard Leopard 对不对 有听众知道吗 可以留言给我们 是吗 你不知道 我知道 那你在那边 我以为你是要叫听众告诉你 我有查到啊 你有查到啊 黑豹党 黑豹党的英文 跟黑豹那个一样 黑豹党 有一个黑豹党 一个黑人的组成的党派 这样吗 你查到的不是这样喔 不是耶 Panther Panther 跟Leopard 是两个英文都是豹 那Leopard 其实英文里面的豹有很多种 很多单词都是豹的意思 像Leopard 就是一般的豹 常见 一般的豹 就是Leopard 还有一个叫Jega 就是有一个跑车 对 那个也是豹 是有不同种子 平种 品种的豹 那Panther 通常就是指黑豹 哦 是哦 所以叫Black Panther 它如果叫 把Black去掉的话 Panther 也代表 比较是黑豹 或是比较大只的猫 就叫Panther 因为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 是说有个黑豹党 他的英文就是Black Panther 黑豹党可能是因为 漫画Black Panther 是有可能是 因为一开始是先有漫威的漫画里面 出现了黑豹这个角色之后 然后在某一次的那个 什么黑人反抗的那个某个年代 二月份啊 也是二月份 然后就是有一个黑豹党 然后我觉得那应该是学那个漫画的 然后而且因为就是 有一段时间那个漫威的漫画 他就是想要跟黑豹党区隔开来 因为可能有些人会以为是 先有黑豹党才有这个黑豹 会做过多的政治联想 可是其实是先有黑豹才有黑豹党 然后他一度想要把名称改成那个 改成什么歌 Leopold 对 Black Leopold 对对对 但是后来还是因为那不顺 然后大家都还是 叫Hack Panther 所以又改回来 所以各位听众 看到我们做节目是如此的用心 我们还去找 欢迎大家订阅 这不是基本吗 欢迎大家订阅 那老婆可以介绍一部 介绍一下这部电影吗 黑豹其实就是也是漫威的英雄系列里面的 其中一个超级英雄 那这个就是设定在一个虚构的非洲王国 瓦甘达 然后他是瓦甘达的 他本来是瓦甘达的王子 可是因为在之前的那个是美国队长吗 某一级美国队长里面就是他的爸爸在联合国的会议上被杀了 第三级 对对 然后他在联合国会议上被杀了 所以黑豹就是要回他的家乡去接王位 然后这个国家很神秘 他在地球上 可是其实这个国家就是有非常厉害的高科技 然后是其他国家都不知道 而且是超越地球上所有国家的 而且他是一个非常特别 就是完全没有被殖民过的一个非洲部落 就是一个幻想的一个国家 对一个国家里面这样子 然后就在他就是这个地查啦 他要回去接王位的时候 就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 然后整个就是危及到他的瓦甘达的国家的安全 甚至是全世界的安全 然后就是里面的内容就是在讲述说 他去如何接受这样的挑战 然后最后成功的接下王位这样子 拯救世界 对拯救世界 其实 英雄电影 对其实这部电影应该算是 就是正式介绍黑豹这个超级英雄的一个 我觉得算是一个介绍文 对 就是为接下来的那个复仇者联盟无限之战铺路 我觉得 接下来就马上就又要来了复仇者联盟 对 赚钱 是复仇者联盟先还是死侍线 可能是复仇者联盟先 那老婆觉得好看吗 我觉得超好看 你知道我看完的时候啊 我就立刻跟我老公讲一句话说 Marvel这次从来都没有让人失望过 就觉得超好看 我觉得很好看 超好看 而且你知道在 因为他电影好像两个多小时嘛 在两个多小时当中啊 我真的算是那种就是摒弃凝神耶 一度忘了呼吸的感觉 就是很专注的在看 其中有些打斗的这个桥段这样子 对 然后一直被电影吸引 但我觉得老公应该是看得很不专心 我是觉得 因为他隔壁有一个 对啊 一直干扰他的人 对对 我想要讲这 我差点忘了讲 旁边坐着一个人 感冒耶 还跟他旁边的女伴说 我感冒 讲完以后 那女伴又说 你要不要戴口罩 老婆可能没听到 我没听到 我还听到那个男人说 我不要戴 戴了不能呼吸 哇 他就整场都在咳 我整场都在觉得 哇 我是不是要被传染 我真的觉得 为什么那些生病的人都不戴口罩 真的很烦耶 我觉得这就是现代人的趋势 就是生病不戴口罩 现在都戴口罩的都是健康的人 想要传染给别人 恶止 真的很讨厌 可是我就跟我老公说 那你干嘛不跟我拿口罩 我有口罩 你就是健康的人 那你就戴吧 不然你会被传染 我就是一直往老婆那边偏 你知道吗 因为我就是不想被传染 我还想说你是要跟我亲近 也有要亲近 但是不想要被传染 很讨厌 那我就是看了以后就觉得 还不错啦 可是没有到非常好看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之前《复仇者联盟》的电影都太好看了 相信之下黑豹有点比较平这样子 会吗 我觉得也很好看啊 也很好看 我说我没有说不好看 而且它的剧情发展 跟一些铺梗的方式 跟那个画面 我觉得都很顺耶 对都很顺 但是跟其他比起来 比方说跟那个奇艺博士比起来的话 奇艺博士的特效 真的很棒 空间整个都折起来 对啦这样讲的话也是 特效比较让人家深刻 印象比较深刻 那雷神索尔就很搞笑啊 然后雷神索尔那个第三集 还有《绿巨人浩客》 就也在里面 可是我觉得雷神索尔那一集 真的太搞笑 我觉得有点too much 可是还是可以看到 《绿巨人浩客》 就是你一部电影 可以看到两个超级英雄 就觉得 你这个完全就是大妈买菜 想要老板送冲的那种心情 比较紫微票价 整个就是贪小便宜啊 像那个美国队长第三集 其他好多角色也出来内战啊 这样好多好多角色 谈小便宜 欧巴桑啊 蜘蛛人啊 什么当铁人啊 都出来 就相较起来的话 黑豹就比较普通 就只有黑豹而已 不知道大家 各位听众觉得怎么样 可是我觉得 黑豹这个题材真的很酷 而且是一个很神秘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就算是不是 那个虚构的瓦甘达的世界 就是真的是非洲国家 其实它有很多地方 都还没被开发 也是让人觉得非常的神秘啊 有跟老婆聊到这个 老婆说 就是真的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老婆说 那个非洲那种地方啊 可能真的有一些地方 就是你根本不知道 真的啊 我真的这样觉得啊 说这个 可能编剧就是想说 是不是那个些 我们人类不太知道 那些地方 外表看起来好像是很落后 其实它里面 都藏了什么高科技在里面 因为其实如果你有去 像我以前很常看那个啊 国家地杂志的那个 就是它有一些那个杂志 他们有时候空拍那个非洲的雨林 热带雨林那种地方的时候 那雨林都超密 你根本没有办法看到里面是什么东西 所以里面就真的像这样超酷的 所以里面就有藏了都是那个 是不是一大堆放合金 对老婆 我觉得是有人会这样想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子 而且有很多 很多像我们人类已知的那些文明 我们想象说在远古时代 它应该是一些很厉害的文明 都是在一些 我们觉得很落后的地方发现的啊 哦 对 那些遗迹都是在那种地方被发现的啊 只是低调 那我不想让人家知道这么高度的文明 这样子 说不定耶 他们整个躲在雨林里面嘲笑我们 哈哈 所以我就比较 我觉得我自己 我觉得黑豹是不错 但是就觉得有点 就像老婆讲的 好像老妈妈买菜一样 就一定要买 买什么送葱 一整个想要止回票价啊 买A送B 买这个买菜送葱这样子 觉得 看到都 雷生说我又看到绿剧人 浩哥比较值回票价 比较有那种感觉 然后还有就是 我觉得剧情也很不合理 怎样不合理 你说你看 那最大的反派啊 那个人啊 因为他自己的爸爸被杀 所以就从小训练自己 然后要复仇 然后就是还帮那个 他复仇还要帮那个反派 第二个应该是说 最大的反派了没有 就是他要做什么 就是要回去复仇 那个 艾瑞克 对艾瑞克 那第二个反派就是 克劳 克劳啦 对 他还帮助那个克劳 逃语啦 逃语以后又把那个克劳杀了 不觉得这很不合理吗 他就直接把他杀了 直接把他 直接带到那个瓦甘达就好了 我觉得他应该是想要 储备他自己的一些战力跟 因为他不是说 他要准备把那个 那个他本来是要准备 跟那个克劳一起 把那个饭合金拿去卖给 那个情报局 然后中情局还是情报局之类的 然后他可能是想要 累积那个他的实力 可能想要有一些财力 或者是什么的 然后有飞机 然后他把克劳杀了 克劳是他进入瓦甘达的门票 你记得吗 对啊 那为什么不直接就杀了 就跟你说他可能要累积一些实力啊 他跟在克劳身边是在赚钱啊 而且到最后 克劳是他进入瓦甘达的门票 他进去以后 杀死黑豹复仇 因为他爸爸被黑豹的爸爸杀了 所以他就把黑豹杀了 然后复仇 复仇也就罢了 为什么到最后还要用科技 去征服全世界 因为他不是被遗留在地球 在美国吗 他本来在地球 他不是被遗留在美国吗 然后因为你有看吗 就是他爸爸也是 就是那个艾瑞克的爸爸 就是黑豹的叔叔 黑豹的叔叔也是因为这样 就是他生活在地球 不是生活在地球 生活在美国 然后他看到了很多对黑人不公平的事情 所以他就觉得说 我们也有能力 他们都一样跟我们是黑人 我们都是同种族的 可是为什么 我们有那么高科技的先进的技术 跟能力 我们却不能救他们 我们却不帮他们 就是只为了因为 不泄露瓦甘达这个国家的高科技吗 然后他就觉得很不公平 所以他希望说可以拯救像这样的难民 对 所以他的儿子被遗留在美国 也是从小就看了这些 从小看到他 而且我觉得甚至于 他那么小就没有爸爸 可能他也就是会因为这样子就被欺压 所以他就觉得很美颂 他就觉得黑人 为什么只能过着这种最底层的生活 而且你有看到吗 他们那时候 小时候 他们打篮球的那个篮筐 是用那个塑胶的篮子做的 所以显示出他们的生活非常的困苦 然后他们住的地方也是那种 类似像难民区的地方 所以他就是生活在 那个社会的最底层 所以他就觉得为什么他 一样都是人类 然后一样都是 尤其是他知道瓦甘达 是这么先进的国家 为什么他却要过这么苦的生活 所以他有一种 就是被欺压的那种不平 我觉得 这样就好 他就想要推翻掌权者 他想要由他来掌控这一切 由他来重新分配 大家公平的生活 我是觉得很厚 就是看到那种剧情就觉得 没有我觉得就是他 可能从小累积的心理压力 扭曲了他的那个社会观 可是我是觉得 也有点 我也觉得有点不太合理是 我觉得他应该不可能 只是因为这样就 有这么高度的偏差 对 观念 可是我觉得这真的很难讲 你看像正杰 你不觉得 你不觉得他的家庭 应该也是 感觉是蛮 和乐或是幸福 你不要讲幸福好了 你不知道他爸妈怎样 但至少他有爸爸妈妈 有兄弟姐妹 但他确实也是 出现了如此偏激的想法 对 所以这很难讲 我当时看电影的时候 没有想那么多 就觉得这样可以吗 这样对吗 你有在认真看 不好意思你一直被打扰 所以你没有认真看 然后就一直很抽 我觉得 我怎么讲 整部看的时候 都觉得很抽离就对 比方我看到那个反派 不是在瀑布挑战黑豹的时候 他们俩在打的时候 我想到 这场戏是不是跟之前 黑豹登上网位的那个时候 要接受挑战 他也要打一架 应该是同一场吧 觉得好像是同天拍的 要不然你同一个场景 要弄两次 很累 我就是这么抽离 可是没有 其实后面那些场景 都是合成的 对 我想说 后来我想说 这两个东西 应该都同天拍的吧 后来我想说 不对啊 这样想太单纯了 这应该是合成的 应该不是真的瀑布 不是那是合成的 对 就是一切都是特效 所以 我想说突然 我在看那 就是 看这一景的时候呢 他们在打架的时候 然后上面不是 瀑布上面 悬崖上面有站人吗 我想说 这一切都是特效啦 然后 如果这时候 我把这影片放大一点的话 说不定看那个人 还是像素 所以你有把手指撑开吗 对 你有在空中 我想要把两指滑开 好像滑手机一样 把那个人放大 然后看到 那边其实是像素来了 其实都是电脑做出来了 所以 他们在打斗啊 老婆在觉得 哇 这个 看到觉得 真的很紧张的时候 我在想这些事情 还好啦 我也没有觉得很紧张 大家有听到一些猫的声音哦 是因为我们家的猫 它一直在叫 不要理它 不要理它 然后 可是我觉得就是 黑豹这整个主题 就除了那种非洲部落很酷啊 然后很神秘啊 就联想到说 其实真实的世界 非洲说不定也是一个很酷的地方之外 它是第一个黑人的超级英雄 对啊 我觉得这有点是 有那种政治正确的那种感觉 因为 好像不知道哪一年 前两年 不是都是 什么奥斯卡 都是白人领奖吗 蓝什么 蓝 什么 然后后来 后来大家就 那个男孩叫什么 我为什么都要 哎很有名耶 我怎么可以 后来他就 后来就是那一年以后 就是很多黑人的片子 就跑出来了 那个啊 逃出绝命证啊 对啊 月光下的蓝色男孩啦 那那一年之前是完全没有 也不是完全没有 就是很少有那个黑人的电影 所以从那年 应该说是 有很多黑人的电影 只是能够红到亚洲来的不多 嗯 对 黑豹是不是比较 跟 就是 算是比较特别的英雄片 可是我觉得这电影 我真的很喜欢呢 因为它好多音乐都 好好听哦 对 有那种 非洲的那种 大吉乐 对 这样子 我觉得它整体的那个 所有的音乐都好好听哦 然后又有那种 非洲原始步的那种穿着啊 而且黑人讲话 一定要动身体是不是 对啊 哈哈哈哈 他们的律动感超好的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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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打斗的那种 那种长 那种片段 也就是跟 平常打斗不太一样 对对对对对对 还拿那个锚啊 还拿了盾啊 也是那种 然后打赤膊 然后穿着那个 那种传统的服装 底下那种 就是有非洲的感觉 不过 同时又融合那种 科技的元素 对啊 我就觉得这很酷啊 对就说 非洲的 里面原来是高科技啊 这样 不过我还是觉得 很抽离就对了 可是你有觉得很可惜吗 什么很可惜 就是我觉得黑豹不是很帅 哈哈哈哈 我觉得黑豹不够帅 我觉得他是演得很不错啦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叔叔的儿子比较帅 就那个反派要回去夺王位的 我觉得也是 我也有同感 然后 应该可以找更 更帅的人来演 可是 他找这个人啊 我觉得他真的就是有那种 你知道黑人其实 看起来好像都一样啊 可是其实仔细看 还是有长得不太一样的黑人的感觉 我觉得可能是我们 我们是亚洲人 就像他们一看 我们也是觉得亚洲人都长一样 对 我知道是那种意思啊 只是 可是你仔细看 其实黑人还是有长得不太一样的那种类型 我觉得像他选的这个男主角 他的类型就是 感觉好像是那种 在比较传统部落会出现的那种面貌 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吧 可能吧 因为像有一些黑人 像老公就说 有些黑人就是脸感觉比较窄 比较长一点 然后鼻子比较挺 不不不不 不敢讲什么 就是他要找 呃 比较部落的比较非洲感人 或者是他要找什么 我觉得重点是 他其实在这些条件限制之下 他还是可以找到比较帅的人来演这个片 那不一定会演啊 对 可是那么多人 那么多 呃 演员可以选 那你就 对啊 就像你讲说那么多人 那所以他被选中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 脱颖而出 对可能是 后面有什么 潜规则 有什么 不讲了 反正我觉得他也演得不错啦 我觉得他演得蛮好的耶 就是因为像黑豹 他其实被塑造成是一个 虽然他是一个一国之君 可是他的心很软 就像他爸说的 他是一个好人 可是好人要当一个国王 并不容易 所以我觉得他有演出那种 有一种 君王的权威 可是又有演出那种 就是那种暖男的感觉 我觉得他演得也蛮好的啊 对 如果是那个艾瑞克 那个叔叔的儿子的话 虽然他比较帅 可是我觉得他看起来 就是比较狠 比较坏 比较邪门的那种感觉 有 老婆一直说 那个什么 那个凡派反而比较帅 我那有一直讲 都看这种 外表的那种 因为他穿那个 就是 不是传统部落的衣服的时候 然后戴个眼镜 看起来蛮帅的啊 我要讲什么 所以不曉得各位听众觉得呢 不够帅吗 可以留言给我们啊 然后 然后我觉得 你要说什么 没有 没有 继续讲 然后我觉得这个电影 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 就是黑豹身边辅佐他的 都是女人 对啊 这应该也是政治正确 什么 女权主义吗 对啊最近也是女生要那个站起来啊 是吼 因为最近很多电影也在强调女力 对不对 对啊 这样 这部片也太政治正确了 可是我觉得那个 我觉得那个就是 朵拉青卫队啊 超酷 也是好酷 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很酷啊 什么都很酷 全部都是光头 我就没有感觉 你看到这种政治正确 你看女生看起来就觉得 超赞 你知道我在找资料的时候 我有看到一些那种访问 他就有访问那个 就有一个节目 他有访问那个导演 他说那个朵拉青卫队里面的那些女生啊 剃光头都是来真的耶 对对我有看到 完全不是动画 对 不是合成耶 美国有很多女生 他们就是那个 感觉就是会剃光头 是什么 这是什么偏差的观念 有啦 谁跟你美国很多女生就 就是什么东西啊 又一个style 女生又一个style是剃光头 这是为了演出好不好 很多超模剃光头也是为了演出啊 好啦 对 他们就是剃光头 然后又让那个 观众感觉他们很酷 可是真的很酷啊 好 有 酷 而且他塑造的那个 那个 形象就是 虽然是女生 可是他们的那个 武功不会输 男生 然后站力很够 然后 虽然长得就是 看起来很妖艳啊 然后 穿戴首饰什么的 看起来都很厉害啊 可是 打起来 哦 吓吓叫 有像是萨达 才说那个 沙漠里面的那个女生 什么啦 他们也是 什么萨达 跟萨达 有什么关系 好烦哦 对 肌肉 有啦 有点感觉 有点感觉 而且那个萨达里面 那个沙漠里面的那些女生 也都是黑人 黑啊 只是长得比 光头而已 对对 长得不太一样的黑人 可是也是属于那种 黑人的那种角色 这样 那 今年嘛 今年是那种 英雄电影大爆炸 马上就有更多的英雄电影 对啊 接下来就是 《复仇者联盟3》啊 《死士2》 还有《蚁人》啊 对啊 好多 好烦哦 都想看 今年的片子太多了 那我们就是会 都把它看了 然后看完以后 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我们两个 好像有点默默的 变成Marvel的那个 忠实的那种 铁粉 没有过过就是很久以前 就已经这样了 我没有很久以前啊 你话接什么话 我觉得我应该是 有点受你的影响 但是一方面也是因为 我也很喜欢 这类题材的电影 就是科幻啊 未来啊 那种感觉 超人我真的还好 是因为那种 里面充满了那种 科幻的成分 超人那种类的主题的电影 我真的还好 不是有跟你讲过吗 刚开始雷神所有出来的时候 我在想说 这是在闹什么 我觉得那个名字 听起来超鸟的 就没想到看起来 蛮好看的 对 没想到一看就屌了 瞬间把所有都找出来看 每一集雷神所有都拿出来看 电影一上 还去看 看两次 然后我在找资料的时候啊 我还有发现一件事情很酷 你有发现就是电影里面 他们有时候 有些对话不是英文 是吗 你没有发现吗 我没有发现 就他们瓦甘达的人 在互相对话 像他 有一幕啊 他不是那个美国探员 抓了那个克劳 然后要询问他 要征讯他 这样好像 是不是 因为他们不想让 那个美国探员知道 他们在讲什么 然后那个美国探员不是 还问那个 那个朵拉欣卫队 那个将军问他说 你会说英文吗 对对对 对不对 有 他们里面用的语言啊 你会觉得可能是虚构的 可是其实不是哦 非洲话 是南非的某一个官方语言 叫做科萨语 而且它是南非最难的语言之一 所以他们就要学这个语言 然后你知道这个语言 其实是 谁来担任他们的 剧组的语言之导吗 谁 老黑豹 就是黑豹的爸爸 他会讲 他真的是那边的人 他真的会 然后就是他来 是他来提议说 要不要用一个 类似这样的语言来 因为他 他一开始提出质疑说 为什么瓦甘达的人 要讲英文 所以他们很用心的 就是真的去 对 然后他又希望说 就是 其实要有一些那种 感觉有迹可循 不是一切都是虚拟的 要让那种 电影有点贴近生活的感觉 然后而且又 用那个柯萨语的话 就是 比较少人会讲 即使在南非 它都是一个 比较少人会讲的官方语言 就算真的是 使用这个语言的人 听到话 也会觉得 就是我们在使用语言 它果然就是 非洲的语言 对之类的 应该是蛮合理的 对 所以就是很酷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酷的一件事情 我在找资料当中发现的一个很酷的事情 对 反正就是很酷啦 什么都很酷 小屁孩哦 一直都很酷很酷 不像就是我们这期的极贫夫妻 我有点 好像感冒快要上来 对 这就是睡觉 吹电风扇 又不穿衣服的下场 可能是看电影的时候被传染 扫在那边啊 砍拖 现在就是有点不太舒服 然后我想说这期就是我们 我们这期就到这边了 那如果说大家 也有去看黑豹 那也有一些感想 想要跟我们分享 或是你觉得 我讲的不太对 你想要推翻我的话 对 欢迎大家留言给我们 欢迎到脸书搜寻极品夫妻 然后找到我们的粉丝专页 留言给我们 或是你也可以到 爸爸网络广播 它下载他们的app 他们的app里面有 语音留言的功能 懒得打字 懒得写的话 留言给我们 我们会听到 我们也会回复你哦 那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我们下集节目再见 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